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价格也很昂贵 高达260万欧元 不少人担心这么千辛万苦运过来的大家伙能卖得出去吗 万一找不到买家难道再花巨资给运回去吗 不过这样的担心很快就被打破了 金牛座不仅性能卓越 还有进博会的政策优惠加持 平日里中喜要买机床这样的进口商品要交9.7%的进口税 但是在进博会购买展品可以享受免税政策 这么一算买家足足省下了25万欧元 可不是得先下手为强吗 面对这样的成交速度德方的公司负责人也忍不住赞叹 中国速度真快 其实金牛座的交易不过是进博会巨额成交中的沧海疑速 四年来进博的平台作用愈发凸显 第一届进博会意向成交578.3亿美元 第二届711.3亿美元 第三届726.2亿美元 第四届707.2亿美元 数字背后是采购商的全权成意和中国市场的热情拥抱 会场的展览面积也从首届的30万平方米扩大到了第四届的36.6万平方米 更大的展示空间背后是全球企业强烈的参展意愿 即便是新冠疫情也没有阻挡各国企业的热情 以2020年为例 仍有来自150多个国家的3600多家企业亮相进博会 而这些数字足以证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 英国学者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书长罗斯益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他说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很重要 因为它很实用 中国足够强大 它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引擎 可以帮助到其他国家 近年来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 逆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 对全球经济与贸易产生了消息的影响 这其中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将矛头对准了我们 恶意指责中国的贸易顺差 觉得我们卖给他们的东西太多了 而买他们的东西又太少了 为了促进贸易平衡 有人选择消极的方式 提高关税 搞贸易战 也有人选择积极的方式 敞开大门 释放市场潜力 由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提出部署和推动的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是中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中国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 中等收入阶层规模不断扩大 而世界各国看好中国的潜力都想要进入中国市场 如果简单的把出口比作卖 那么进口就是买 我们创新性的举办了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博览会 就是为了向世界买买买 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回望过去这十年 中国市场的广阔可能性 中国经济的澎湃能量都在买卖双方的成长性中展露无遗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 进国会让展品变商品 让展商变投资商 交流创意和理念连通中国和世界 成为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们交流开放合作的四大平台 成为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